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材味 草莓打没打激素,看一眼这里就知道 去家草莓老果农说漏了嘴 我们这里草莓30元一斤,太贵了 如果买到激素草莓对我们的身体也无异 草莓是一种娇嫩的水果,没有坚硬的外壳 而且有着丰富的水分和糖类物质 就容易引起各种虫子的啃食 在种植的过程中,果农就会喷洒农药用激素 以达到草莓又红又大,产量多的情况来获取利益 这样的草莓不仅口感发酸不甜 而且激素的残留吃下去对我们的身体也无异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就要注意分辨了 一起看看具体的辨别方法吧 首先,我们购买草莓时先看一下草莓籽的颜色 如果草莓籽的颜色是红色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喷了吹熟剂的草莓 这样的草莓是不能购买的 自然长熟的草莓,不管是长了多长时间 它的籽都是金黄色的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选草莓籽是金黄色的 同时购买回来的草莓,如果发现它的籽是熬进去的 并且熬得很深,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这是不正常现象 这种就是激素草莓,喷了蓬大剂的草莓 这种草莓千万别买 第二,看形状 正常成熟的草莓个头并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是特殊的品种除外 正常草莓的大小比较均匀 而且形状也非常相似 这种优质的草莓形状是圆锥形 或者是长圆锥形 我们在水果市场会看到很多形状很大 奇形怪状的草莓 这种形状的草莓一般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在种植的时候可能受到了天气的影响 受粉时出现了问题 导致变成了很奇怪的形状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小数草莓中才会出现的 如果你在购买中发现很多草莓都是奇形怪状的 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很有可能就是用了激素造成的 所以在购买时草莓的形状一定要分清楚 第三,看果饼颜色 正常草莓的颜色都是红的 并且果肉周围都是均匀有亮度的 完全没有色差 还有激素的草莓 它的色泽不均匀 光泽度很差 并且草莓果饼处的颜色青红分明 正常成熟的草莓都是从顶部开始成熟的 选择草莓时如果发现顶部是青色的 底部是红色的 这样的草莓很可能就是喷了吹熟剂的 所以购买草莓要选择整个颜色都是红色比较均匀的 这种草莓自然成熟的 甜度好口感也好 第三,看草莓的重量 我们在买的时候还可以用手颠一颠 草莓在生长的过程中 果挪为了想让草莓个头长得大一点 就会喷一些膨大剂 虽然草莓的个头长大了 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这种草莓拿在手上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特别的轻 这种草莓就是喷了膨大剂的 所以这种草莓千万不要购买 如果拿在手上很重 说明草莓就是实心的 这种草莓我们就可以放心购买 第五,闻果香 每一种水果都有独特的果香味 这种果香味是激素不能达到的 所以我们在买草莓的时候 可以闻一闻香味 如果是激素草莓 只有很淡的果香味 甚至还会闻到药物异味 而自然成熟的草莓 有时圆圆的就可以闻到果香味 据美国环境工作组织 根据水果中残留的药物量公布 草莓连续三年成为最脏的水果榜首 这是因为草莓没有坚硬的果皮 而且表面凹稠很多 还有草莓籽 从而使得药物残留过多 而且清洗起来也比较费劲 不止吸清洗很难清洗干净 下面就教大家一种清洗的方法 草莓买回来后直接放入盆中 不要把果地摘掉 以免污染浸泡到草莓果肉中 加入食盐 面粉 清水浸泡五分钟 食盐可以杀菌 面粉吸附力强 可以吸附脏雾 加入这两样清洗 可以清洁得更彻底 现在浸泡好后 用手轻轻的搅动清洗 不能搓洗 不然草莓皮就会破了 然后用流动清水清洗一遍 流动的清水可以冲走表面残留的脏雾 这样草莓就非常的干净了 粒粒水分就可以直接吃了 草莓吃多少洗多少才容易保存 您学会了吗 记得收藏转发分享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